吳釗燮在社群媒體上炫耀 自己被外界封為魔法部吵架王 讓藍營大酸是把邦交國 一個個變不見的魔法嗎 怎麼還好意思得意洋洋 而被外交部大動作提告的徐草新 更是不以為然 他怒嗆吳釗燮如此的囂張 國民黨之後審預算時 恐怕不會輕輕放過 你可以告我 藐視國會 趕快去告我 趕快去告我 兩週前外交部長吳釗燮 在國會殿堂上舌戰立委 事後又針對蜜劍事件 跟國民黨徐小新槓上 泰娜卻在社群媒體透露 因為外交部英文縮寫 MOFA 唸起來像魔法 身為部長自己便獲得了 魔法部吵架王的封號 還料化面對無理的之一 林北一定給你吵到底 讓藍營直接氣詐 現在是外交部長 變成一個痞子了嗎 人家是講說外交部是魔法部 結果你的魔法是 把我們邦交國 一個一個變不見 然後吵架王 是你最後的得意之作嗎 他以林北自稱自己的話 那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 在質詢他的時候 難道我們是老娘嗎 今天外交部的工作 不應該是找人吵架吧 他臨走之際還這麼囂張 那未來相關的預算上面 大家會輕輕放過嗎 身為頭號苦楚的 徐小新不以為然 預告即將在外交 國防委員會上 再度跟吳釗燮支手對決 尤其針對日前外交部 大動作對他提告泄密罪 事後吳釗燮竟然還 一副不得已的樣子 讓徐小新更加不屑 對我來講也是很傷心 台灣的外交處境 是相當的特殊 造成說行政部門 必須要去告立法委員的 這個事情 對行政立法之間的 那個關係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這個叫做黃鼠狼給擊敗你 就像陳吉仲也常常哭 你們真的覺得他很傷心嗎 朝圍下禮拜 會排吳釗燮部長來 到時候大家想要看的 都可以看 吳釗燮的溫情說詞 看來是被看破手腳 國民黨更磨到霍霍 嚴你要車輪戰輪番質詢 就等上了台 到時候看誰還能成口舌之快 街黃